停課一個月的雲水日拖展 終於在5月4號重新開課 讓許多阿公阿嬤滿心期盼 心情更是雀躍 因為能來上課是一種簡單的幸福 沒什麼關係 因為都來得慣慎 但是沒辦法 算說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這樣 我們也是要配合 今天又開口呢 今天很高興 我還差這麼多 這裡跟老婆生大家都做好 真好 對啊 家中一個在家裡都做好 在家裡喔 就是 家裡面不可以爸爸走 做家事 今天又來上課呢 很高興 看到這裡老婆生很高興 因為來這裡大家都 廚民頭會雖然是大緊張 如果要這樣大家經營做會 這樣對面說的機會比較少 來這裡大家都很熟悉 都很高興 很感興 他們這個辦 為了慶祝開課 公所特別準備生日蛋糕 還有獄婆祈福活動 鄉長張武的更是帶來康乃馨 送給所有長輩民眾來提前慶祝母親節 祝你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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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好事 我要說好話 有我們的白雲社區 玉州社區 美潔社區 二郎社區 三民社區 白河社區 以及我們的二潔社區 我們定在這禮拜五月前四 就是五月前一禮拜 我們繼續來上課 我們繼續來開班 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公所 全對於老人照顧 飲水日託的部分 在代表會通過 只要我們每一年 都有邊列上百萬的經費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鄉親 中部 都能救到 有辦法救到我們社區這個平台 大家幫忙 相邀來參加 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公所表示 為了鄉內長輩的身心健康 所以呼籲鼓勵更多阿公阿嬤 踴躍來參與日託戰的各項課程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為了賣